《混年时间》 朱塞佩·艾尔钦伯托的四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他的作品特点是用水果、蔬菜、花、树、根 等各种物体来堆砌成人物的肖像 他的传统作品并不引人注目 但他的肖像画因为读出心裁 而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现代看来也同样是异想天开的 在1573年前后 他接受宫廷的委托 创作了一组共四幅的组画《四季》 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他们的顺序最上面这一幅是冬天 旁边是秋天 下面现在这是夏天 旁边是春天 他的作品公认是文艺复兴时期 很具有个人魅力的 这迷异样的绘画 可能是他在迎合当时人们 追求新奇的深微情趣 《混年时间》 把国巴黎 突然之后 就会变成了